在联邦与地方选务官联合声明 此次大选并未发现舞弊证据 是美国史上最可靠的选举后 川普的去职已成定局 他所提出的法律诉讼不可能扭转选局 国务卿蓬佩奥声称 一定会把政权移交给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谈话 也将成为历史笑柄 请看评论 川普这次大选失败了 但我们不能低估他的实力 他获得了7200万张选票的支持 这是美国史上所获得的第二高票 只可惜比拜登少了500万张 何况在选举人团票上输了拜登 由于获得47%的民意支持 显示有近一半的美国人是拥护他的 他的支持者仍然认为 他是一个传奇的战士 一个反抗媒体和文化精英的图腾 在民气可用下 他应展现可趋可慎的大度 蓄积自己的能量 给共和党的未来一个丰富的想象力 川普的人格特质很另类 他有三次婚姻与六次破产记录 更被26位女性指控过性骚扰与侵犯 一生共累计了4000多起大小诉讼 他还有9亿美元债务 与三亿为偿还贷款 他的报税记录也充满了疑云 在这样的窘境与困局下 他还能在四年之后东山再起逐鹿中原吗 这似乎要端视他未来的官司 于云到了 毕竟他现在身为总统 拥有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利 更具有官司诉讼的豁免权 一旦走出白宫 这两权都没了 他还能够维持高人气吗 我认为会存在什么川普主义 我也看不出川普的施政 有完整体系或思维 在过去四年中 各界对他的政治风格与施政方式 人者兼人 褒贬 享誉 皆有之 但是他的单边独大与压缩移民的政策 显然与美国立国精神被盗而止 而他主张的法律与秩序则言过其时 层出不穷的族群纷争 也不可能让美国更加伟大 现在他所展现出来的高人气的川普现象 能够维持多久呢 真的很难预测 常言到民意如流水 或许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能不能够在政坛 商场和媒体界 占一席之地了 现在我们别低估了川普 但也别高估了川普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观看